各位范知识 我们讲这个尤波士戒经 现在讲的受戒品呢 刚刚讲到 在家菩萨的六重二十八清戒的开头 就是先讲六条重戒的第一条 三戒第一 那么经文是在第七十二页 但是现在解释这个戒相 为了要比较详细一点 说明这个戒相的意义 所以根据这个范王金菩萨界里面 古德的解释 采取比较重要的 把它揭露出来 说解各位来互相研究 学习 范王金菩萨界里面 这个 唐朝的先修博士 法藏大师 他的范王金菩萨界 解释这个十条重戒 每一条都有十门解释 分十门 详细说明这个建议 而明朝末 某一大师 范王金菩萨界是这个十重戒的界限 每一条界也是有十门的分类 不过彼此都有多少不同的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虽然是讲了赛加菩萨界 那这个六条重戒 跟范王金菩萨界的十重前六条 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之故 我们在这个第一条件 也是采取古代的解释 做参考 来提要说明 虽然不分为十门那么详细 但是我们 主要 约六部分 比较重要的 提出来做简单的说明 也不可能按照原文 一一通通都讲到 只是提要而已 现在讲这个第一 就是制意 佛制这条界的用意 那么接下去 第二说明这个界的次序的排列 比如说第一三界 第二是道界 为什么这样的排 说明次第 第三 才说明这个界相的 名称的意义 是名 就是例如说杀贱 简是那个杀生的杀的意义 那么第四 就分别这个 犯不犯相 就是名犯相 怎么样是叫做犯 犯众见 众里面又有分有 众与亲的分别 乃至不犯的开源 在意义 加息说明 那是第四门 第五 才把这个经文里面的杀戒 第一 这个经文 来说明这个意义 就是第五解释经文 就是戒文 第六 说明这个持贩的果报 我们现在解释 这个杀戒 就是约瑟六 六门解释 其他的 就是同略 现在我们先讲第一 制义 上司分给各位的表 这个 正说戒相的 这个科判 那么六重戒 跟二十八星 就是分成这么两段 那么六重里面有三段 第一标是第二 正说 标是就是前面的几句话 上次说过了 正说就是六条重戒 这六条重戒 现在讲第一条 就是杀戒 就是杀生 这条戒的 这个意义 那么在六重里面 是排在第一 所以叫做杀戒第一 那么先说明 制义 佛制这个戒的意义 他的用意 实际上 佛当时 制戒 除掉生文戒的 比丘戒 比丘尼戒 里外 其他的戒相 并没有 详细说明 制戒的因缘 制戒的用意 并没有这些 详细的文字 现在这里 所讲的 制义 是根据 弦首 法藏大师 他根据 经历里面 可以了解到 佛制这条件的 他的用意在哪里 那么根据 法藏大师 以华言 这个 实为一周元素的 用意啊 那么他把这个 制义 约十种意义 来解释 所以 这个制义 略有实义 现在可以 不必看经文 只看这个表 只看这个表 略有实义 以下这十条啊 完全是根据 弦首 法藏大师的 梵王金 菩萨戒书里面 解释 杀戒的 第一门 就是制义 这十条制义 按照 弦首 法藏大师的 这个 菩萨戒书 完全照抄下来的 因为我说的 这十条制义的意义啊 说得很好 我们需要学习 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现在就看着这个表啊 约这十 十种意义 意义价以说明 那么这个制义 十种当中 第一 由断三命 由断三命 业到重骨 父辞重鲜 不堪入道 事故大小二胜 道俗诸见 皆续同志 这是自义十条的 第一种 佛为什么制 不可以杀生 规定这个戒法令 因为如果把众生的 生命断掉了 那么我们要修学佛法 求证无上福提 不但是没有办法 证到初世间的生活 而且增加三下六道 轮回生死中 尤其三恶道的业 更加重了 所以说 因为如果你杀生的话 业道会加重 业造作义 就是因为众生 有贪生吃的烦恼 这是种子 由此有贪生吃 生起现行 去造业 杀害众生的生命 那就是业 那么我们要修学佛提到 被这个杀业所障碍了 而且这种的杀业的障碍 相当严重 会障碍这个初世间的圣道 所以这个业道很重 也就是说 如果杀了众生的生命 墮落在三户道中 受的苦报相当严重 那么对于我们要求出离的目标啊 完全相反的 是障碍很大 因此之故 佛就制定 说我们要求初世间法 要行菩萨道 不能杀害众生的生命 我们要求初世间的圣道 如果你有这个杀生的罪业 负担有这么严重的罪迁 就没有办法入道 所以说 父子重迁 不堪入道 父好像背负 尖挑 也就是说 我们今生上如果负担了这么严重的 杀害生命的罪业 这么重的罪业 迁 就是罪 罪迁 负了那么重的罪业 迁由 不堪入道 要入初世间的菩提道 是没有这个堪能 没有这个力量 因为你的精神 完全被这个杀害众生的业力 所压住了 那你要初世间就变成 没有这个力量 没有这个可能了 那么因此 父子重迁 就不堪入于菩提大道 没有办法初世间 当然但是谈不到 独中生了 因此自故 世故 大小二圣 道俗诸界 这些同志 就是说这个杀生这条界 不但是大臣 菩萨界 规定 严治 不可以杀生 小圣的 生文界 也是严格的规定 不可以杀生 所以在佛法里面 无论你是大圣界法 小圣界法 通通都有这个规定 第一条 不规定 不可以杀生 小圣的界法 除掉这个 比丘 比丘尼界之外 其他一切界法 第一条 都是不杀生 那么 不但是出家人 需要 去掉这个杀生的这个罪业 不能杀生 就是在家的佛地职 照样也不可以杀生 所以叫做 道俗诸界 界系同志 道 只出家 就是杀民 杀民尼 比丘尼 比丘尼 这些界法 出世间的界法当中 出家界 也是严格的规定 不能杀生 而俗 只在家 就是三规五界 里面的五界 五界的第一条 一样是不杀生 所以说 无论是出家的道 在家的俗 佛所知的界法 通通都规定 不可以杀生 所以叫做 道俗诸界 皆系同志 无论你是在家出家 只要是佛地职 受够界 那么这个 五界以上 都是规定 不可以杀生的 因为断重生的生命 造业很严重 障碍 出世间法 所以叫做 这就是佛制界的第一种意义 制意的第一种 下面第二 由五阴害 大悲心 因为杀生 就伤害到 大慈悲心 那么这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这个 欲切式地论里面讲的话 欲切云 欲切 就是欲切式地论 这个 这个 维世中 的根本教点 欲切式地论 弥勒佛萨所说的 欲切式地论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那个引号里面 指欲切式地论的话 的文字 若有问言 菩萨 以何为题 印证 大言 大悲为题 这就是欲切式地论的 菩萨地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说如果有人问 因为欲切式地论的 菩萨地专讲菩萨道 那么如果有人问说 菩萨 以什么为题 什么才是菩萨道的 根本 它的本体在哪里 印证 大言 应当要正确地 答复说 以大悲为题 菩萨道 以大慈悲心为题 那么意思就是说 要行菩萨道啊 第一 就要发大慈悲心 所以这个 《优伯世界经》 第二评就是悲评 就讲这个大悲心 因为慈悲 就是佛法的根本 就是菩萨道的本体 因此之故啊 如果有人问 菩萨道 以什么为题 以大悲为题 那么如果 伤害众生的生命的话 那就违背大悲心了 所以叫做 违害大悲心 违是违背 害是伤害 假如你杀生 就违背 伤害了大悲心 菩萨道 上去为物舍身 狂害 彼命 这两句话 是法杖大师的意思 但是我们行菩萨道 上去要为众生 舍去生命 来救赴众生 上去要舍去生命 来救度众生 物质众生 上去要舍去生命 来救赴众生 狂害彼命 怎么可以 伤害众生的生命 自己应当舍命 来度众 那么不该反过来 不能舍命 度众不要紧 反而伤害众生的生命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所以狂 狂狂 伤害彼众生的生命 那完全违背 菩萨道的大悲心 所以不可以杀生 这是第二 质疑的第二 因为伤害到大悲心 杀生就伤害大悲心 所以佛制不可以杀生 这是第二 三 被恩养过 如果伤害众生的生命 违背菩萨道上 站在菩萨道的立场 看一切众生 一菩萨都有恩德 应当要供养众生 爱护众生 不能来伤害众生 如果伤害众生的话 就违背了 那么对众生应当要报恩的 这个菩萨道 要供养的菩萨道 没有做到 那么伤害众生生命 就违背对众生的恩德 不但没有报恩 反而恩将仇报 不但没有供养 而伤害他的生命 这个罪过很大 这个根据什么呢 梵网经菩萨界 有显明的说明 梵网源 就是梵网经里面讲 梵网经菩萨界的 清界里面 就有这么一段文 下面的引号 就是梵网经菩萨界的文字 六道众生 接我父母 生生无不同事而生 梵网经菩萨界里面说 六道里面的一切众生 都是我们过去多生 都是生生世世的 生生父母 我们生生世世 无不从众生的身份中受伤 无不从事而生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过去多生多天 轮回流转以来 生生世世都有父母 那么这些一切众生 都是过去父母 既然都是过去父母 我们应当要报恩呢 父母应当要报 你不报恩 反而伤害他的生命 那就是 唯一被报恩的菩萨道 不但没有供养 反而伤害他 唯一被报恩的菩萨道 就是被恩养故 上不可以不报恩 怎么可以伤害众生生命呢 体的害也 这是法唐大师的意思 上去要报恩 这是过去父母吗 我们应当报恩 没有报恩 已经是违背菩萨道了 何况再来伤害众生的生命 更是不应该了 其的害也 其是反问词了 怎么可以伤害他呢 这个意思 这是第三的意义 第四 乖胜缘故 乖 乖为 跟前面的违背的意思相同 违背将来得度的殊胜因缘 假如你杀害众生的生命 就违背了将来得度的殊胜因缘 就是乖胜缘故 如果你杀害众生的生命 就违背了将来得度的殊胜因缘 因此之故 不可以杀生 那么这个话 根据什么经论里面所说的呢 智论 智论 大智度论 简称智论 或者是大论 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或可 一直在前传佛 蒙其嫉妒 此事难知 若害比命 与比无缘 不蒙旧也 这是大智度论 历史三卷 里面也讲五戒 开头讲杀戒的时候 也提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杀生 大的别说 容易知道 就是最细的生命像 马亿 马亿最小了 最小的生命 马亿 他现在虽然做马亿啊 如果他的夜暴满了 马亿死掉了 转身就做人 说不定 马亿这一生死掉了 转身做人 他修行 很努力精进用功 他很快就成佛了 也许 马亿 破离马亿之身之后 转身人到修行 比我们 先成佛 所以说 或可 一直在前成佛 或是不一定的意思 或者有可能 这个马亿 我们现在看他是马亿 说不定 他这一生死掉了 转身做人 就发布局心 修行了 而他用蒙精进啊 他修行比我们 努力 比我们快 也许他先成佛了 如果这个马亿 先成佛 如果你尽身 你伤害了他 那就跟他断了缘 跟这个马亿断缘了 没有进缘了 伤害他的生命 就断了缘了 将来如果他先成佛 那你还在六道中 龙会生死 马亿成佛 他想要顾你 但是你过去 先伤害他了 断缘 没有跟他进缘 就不能起嫉妒了 假如你不伤害他的生命 说不定他将来 他成佛了 那你就会可以 蒙其嫉妒 成蒙这个 马亿所成的佛呀 来超度我们 来救济我们 这个不一定的 也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说此事难知 这个事情 这很难了解 很难知道的 这个众生的因果业报 那是不可思议 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这个事情并不是不可能 有这个可能 说不定马亿 他转身 做人先 修行成佛 有这个可能 假如我们 虽然现在是人生 但是懈怠不经济 马亿成佛了 我们还在三界六道中 那么那个时候 你要他嫉妒你 因为你杀过他 没有缘 得不到他的究竟 所以说若害比民 予比无缘 不蒙救援 假如你现在 他在做马亿的时候 你伤害了他的生命 那么将来 你跟他没有缘了 他如果修行成佛 那你得不到他的救济 也听不到他的说法 因为你伤害了这个缘 所以学佛 要普遍的爱护一切众生 我一切的众生 照样要爱父 不能伤害他 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看一切众生 他不是未来诸佛 那么这个第三 第四两种自义 第三是看众生 是过去父母 第四 看众生 是未来诸佛 你没有看到 这个马亿那么小 你就把他伤害了 龙死了 可是将来 说不定他先成佛了 那你如果伤害了他 就得不到他的嫉妒 所以因此之孤 不能伤害众生 这是第四种的意义 第五 并有佛性 细微当来法器 如不清菩萨 深净众生 善无不净 其拥有害 这是站在菩萨道的立场 看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所以说并有佛性 并有 大家都有 统统有 涅槃经里面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 则皆有作佛 都可以成佛 那么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将来都成为法器 都可以成为出世间的法器 他都能够做 自度读他的事业 那么我们行菩萨道应当要学 法法经里面所说的 常不清菩萨 法法经里面有一瓶 叫做常不清菩萨瓶 说这个常不清菩萨 他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看见佛弟子 四种弟子 他都顶礼 都礼拜 都替他受据 说我不敢轻易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他看到人就伴 就顶礼 我不敢轻视你 我尊重你 因为你将来都会成佛 你都是未来读佛 所以常不清菩萨 看到佛弟子 所有四种弟子 乃至一切众生 看到就伴 就叫做常不清 法法经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那么像常不清菩萨 这样子深深的恭敬一切众生 深敬众生 自成恳切的深深的恭敬一切众生 看他都是将来的 都能成佛的未来诸佛 所以尊敬他 尚无不敬 其拥有害 尚且对众生不该有不敬之心 应当要恭敬众生 怎么可以有伤害众生之心呢 不敬尚且就不可以了 何况还加于伤害 那更是不可以了 因此之故啊 佛之第一就不可以杀生 这是第五种的自义的缘由 六 唯是菩萨无畏识过 行菩萨道 要不识众生无畏 前面也曾讲过了 要识无畏 金云 所以此不杀戒 我也是众生无畏不严 佛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因为这两句话 不止一部经有 有好多部经都有这个话 那么像这两句话的意义啊 涅槃经里面说了好几次 那么其他的大臣经典里面 也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所以没有明示说是哪一部经 因为大臣教典里面呢 容易看到的 所以识菩萨戒 菩萨道里面 要修行菩萨道的人 受识菩萨戒不要杀生 为什么呢 畏识众生无畏不严 不杀生 就是不识众生无畏 你不杀害他 他就不必怕你吗 他就没有畏 所以对一切众生 我们又不是给他无畏 不要使他生起恐怖怕胃 所以就不要杀生 你不杀生 众生看到你 他就不怕了 那么例如说 国际之间都提倡爱护这个动物 爱护动物 那么平常你跟动物都不伤害他 他看这个人都不会伤害他 成为习惯了 那么因此他对于人都很活善 他不怕人 那么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 外国有一个地方 他的车站 码头 回忌场 那个地方啊 有很多这个鸟 鸟子 在那边 那么他看到这个游客 他都不会怕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地方 禁止 人们去抓他 不可以动他 那么 一般的游客呀 他看到这些鸟子鸟啊 很可爱 喜欢 那么就拿一些这个吃的东西给他吃 不但不伤害他 尚且拿东西给他吃 那么这个鸟子鸟就给这个普通 一般的游客 养成习惯了 他不怕人 他看到游客呢 他就问他要吃的东西 不怕 那么这就是因为你平常不杀他吗 他知道人不会伤害他 那么他就没有怕胃 他不会有不胃 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 你不杀他 就是不是给他 无不畏 这是很好的习惯 可是我们 尤其这个台湾去的人呢 就是不懂得这些规矩 他看到那些鸟 不怕人呢 甚至飞到人的肩膀上的站 他看到豪丸呢 他就抓他 我们台湾的游客 就抓这个鸟 这个鸟 平常都没有人抓他的 没有这个经验 他不怕人 就给这里一抓呀 他害怕了 他知道人呀 要抓他了 他从此之后啊 他再也不下来 不害怕了 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 对台湾的游客 他气死了 他恨透 他说台湾人就是最野蛮的 根本不讲道理的 都不爱护动物 所以龙的这个国际间呢 台湾人去的那些游客 都人家对他都不欢迎 变成这个不欢迎的人物 这个是个很可笑的事情 因为台湾人有钱 结果有钱龙的这个国际间的名义都不好 这个时候很坏的情况 尤其像在现在这个候鸟 候鸟来到台湾 到了横川一带 乱抓 就不老 还有这个灰面臼 他来来就抓 抓就上 那么这样子 国际间就是说 这个台湾人呢 都是最野蛮的 都喜欢啊 还看到都讨厌 成了这么一种坏的这个印象 很咬不得 那么他外国人并没有吃菩萨剑 他并没有吃菩萨剑 他就是爱护动物 所以他这个火车站啊 飞机场啊 码头啊 他这些鸟啊 大家都看得很可爱嘛 都帮助他 都给他东西吃 那么很好 那么你一抓他 他就不敢来了 那么你平常不抓他 都给他吃 当然他就不怕了 这就是所谓事无畏 很好的证明 那么我们如果对一切众生 都以这样子的态度来对 对众生 不适于无畏 所以啊 那么众生看到人 他就不会害怕 佛经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故事 身为人虽然是 断了见识烦恼 可是他的习气还在 习气还在啊 有些众生看到 他这个习气 他还是会害怕的 所以经里面有说 佛寨师有一次啊 有一只鸟 他飞到这个 摄利佛的身上站了 他就发抖 害怕 不敢站 就飞走了 然后站在佛的身上啊 他觉得很温暖 很好 很舒服 他就飞到佛的怀中啊 很高兴地站在佛的身上 那么这个摄利佛看到这种情况 他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飞到我的身上 他有发抖 害怕 飞到佛的身上 他不但不害怕 他好像是小孩 这个靠在母亲的怀中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的 佛就说 你虽然是断烦恼了 可是你那个称恨的习气还在 佛弟子当中啊 摄利佛 这称恨的习气比较重一点 那他虽然是见识或断了 但是这个 他这个称恨的习气还在 还有那个气氛 好像这个杯子里面装的东西倒掉了 但这个杯子的气氛啊 那装的东西的气氛还在 所以他这个乙气氛还在 那么因为他还有这个称恨的气氛存在这个身上啊 鸟站在他身上 虽然明明知道他不会伤害他 但是他站上去啊 就觉得害怕 发抖 佛 完全没有习气了 不但是烦恼种子断掉了 习气也完全洗干净了 所以鸟在佛的身上很欢喜 很舒服 一点也不会觉得可怕 那么这就是 视众生无畏的得到 就近的果报 所以学菩萨道本 尚且应当不视众生无畏 怎么可以伤害他呢 所以不该伤害他 又 涅槃云 如来寿命无有限量 皆应不散 涅槃经里面说 涅槃就是涅槃经 涅槃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 成佛呢 就有无量无边的寿命 佛 都是无量寿的 佛又 法身 报身 应发身 法身 报身 都是无量寿 只是应发身呢 随顺众生的因缘 由始有终 释迦牟就会注释八十年 但是他在世的时候 曾说过几次 他说如果我要注释一节 我就可以注释一节 我要注释多久 就可以注释多久 因为他神通自在 但是因为随众生的因缘 在这个五诸窝 是娑婆世界 他不能住太久 住久了 众生看成习惯了 他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啊 那么因此他对佛没有恭敬心 所以他得不到利益 因此佛住八十年就离开了 但是佛的法身 报身都是无量寿的 成佛了这个如来寿命 没有限量 就是无量寿 不但是阿弥陀佛无量寿 凡是成就佛活的法身 报身都是无量寿 都是一样的 佛能够得到无量寿 寿命无有限量 皆因菩萨 都是由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持菩萨戒而来 因为过去菩萨戒持菩萨戒 所以现在才能得无量寿 那么由此可知 要得寿命长远 必定要断杀生 如果杀生 寿命就不会长的 这是一定的道理 如是银如是果 一点不会错的 这是第六 要布施众生无畏 所以不能杀生 七 乖四摄行雇 四摄 就是四摄法 菩萨道 要以修行六度 修行四摄法 来度化众生 四种身受众生的方法 就是 布施 爱仪 力行 同事 这个叫做四摄法 菩萨度众生 就要布施 来设法众生 讲好听的话 是众生欢喜 爱于 就爱于词言 来设法众生 还有力行 利益众生 还要与众生 同事 布施 爱于 力行 同事 以这四种方法 来设法众生 如果你 撒害众生 那就违背 四摄法了 你不但布施 众生无畏 尚且伤害 他的生命 那完全跟 菩萨道的四摄法 相违背 乖就是违背 违背四摄法 所以不能 撒众 撒众就违背四摄法 论云 论典里面 大臣的论典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这是根据 很多的大臣论典 都有这种说法 并不止一部论 所以没有指明 哪一部论 例如 欲缺失地论 大臣论论里面 都有这一类的 这个意义 菩萨 二利之中 利他为罪 说菩萨在 自利利他 两种当中 二利 就是自利利他 在自利利他当中 利他为罪 利益众生 他 只众生 此众生的利益 比自己的利益 更重要 利他 比较重要 所以 那面经 欧南尊者就说 自为得度 先度人 则 菩萨应识 佛过去常说 自己还没得度 先度人的 这是菩萨应识 那么 菩萨到就是要 先度众生 所以菩萨 在自利利他的 两种利益当中 以利益众生 利他为罪 最重要 若其害心 众生舍离 舍于法师 无所化过 如果你生其害 众生之心 伤害众生 那么众生 看到你就舍离了 你刚才举的例子一样 那么你 要伤害他 要抓他 他就舍离你 那他就不肯接近你了 舍于法师 无所化过 你舍于你要说话 来度他 叫化他 因为你要伤害他 他怕了 也不会接受你的叫化 那么因此 因为你杀害众生 想要叫化众生 不可能了 众生不肯接近你了 所以啊 第七 因为如果杀生 会违背 四色法的菩萨道 所以不可以杀生 八 损过保过 过 超过 俗信的意思 世间上的保污啊 金银七宝 虽然很宝贵 可是生命比这个七宝更宝贵 所以叫做过保 超过世间的一切宝物 生命超过世间的一切宝物 如果你损害众生的生命 那就是伤害众生 超过一切宝物的这个生命 所以叫做损过保 这是根据大制度论说的 自论均 假使满盐福 无价珍宝 无有能值予寿命者 假定说满这个盐福题 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 把这个世间呢 无价的珍宝 是价钱 没有办法定多少价钱 所谓价值连城啊 那实在是超过了 没有办法定价的 很高贵的珍宝 不是一颗两颗 满满摆放在这个世界上 沿福题 指我们这个南战部中 把这个南战部中的 我们做的这个地球啊 把珍宝拔的满满 这么多的珍宝呀 也不能 埋这个生命 所以说 无有能值予寿命者 就是说满世间的珍宝呀 也不能埋这个生命 珍宝再多 也埋不到这个生命 最宝贵的就是生命 所以人 碰到什么灾难的时候 什么都会舍掉 只是生命丢护掉 所以这个世界一切的宝物啊 以生命为最宝贵 没有能够比生命更宝贵的 满世间的珍宝 也比不过这条生命 这是制度论所说的话 事故 夺比命根 亦的盖宝贵的宝贵 因此之后如果把众生的生命 彼是众生 把众生的命根断掉了 把它夺下来就是把它断掉了 那么也不但是杀生的罪过 而且还有到他的宝物 就是超过世间的宝物的生命 你把它偷盖 你把它偷盖断掉了 有这个偷盖 他的宝物的罪过 不但是有杀生过 也有偷盖的罪过 涅槃经云 一切未刀断 莫不爱寿命 数极口为欲 误杀误行账等尽 涅槃经里面有这么一首句 说世间一切动物 一切众生 都怕这个用刀去伤害他 杀他 用这个棒撞去打他 棒去打他 因为他没有不爱三命的 没有不爱寿命的 任何众生都爱这个寿命 数极口为欲 你不必拿别人来 别个众生来说 你拿你自己来说好了 将心比心 如果有人打你 有人杀你 你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害怕 拿自己就可以比方 就可以知道了 既然自己怕杀 怕打 怕伤害 那么你就不该 杀害众生 不可以用刀 棒 撞 来杀害众生 那么这是 涅槃经所说的 这个俱诵 等于等于其他 像这个愣邪经 愣言经 还有其他一些大臣经论 都有这一类的话 禁止众生 行菩萨道的时候 不可以啊 伤害众生的生命 就是要吃菩萨剑 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八 伤害众生的生命 不但是有杀生的罪过 也有盗保的罪过 九 为报恩 我们应当 对众生要生报恩心 前文也说过 虽然是前文说过 这里是专为报恩而说 为菩萨大行 依众生的 上念报恩 其永有害 我们应当知道 菩萨道 要行这个菩萨道的 大愿大平安 依众生的 如果没有众生 你在哪里行菩萨道 假如世间上没有众生 你的菩萨道 要在哪里行 所以这个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里面说 这个恒顺众生 里面有说 一切众生 有一位树根 诸佛菩萨一位花果 一大杯水 饶这个兽根 就能开出 佛菩萨的智慧花果 所以佛菩萨的花果 都是由众生的兽根生长的 看众生好像兽根一样 那么佛菩萨的果的 就是好像兽上的花 兽上的果一样 花比菩萨 果比佛 那么能够成菩萨 能够成佛 都是靠众生 没有众生 就不能成菩萨 不能成佛 你的菩萨大行 就无中修行 所以说菩萨大行 依众生而得 有众生才能行菩萨道 因此对一切众生 上念报恩 其有有害 对众生应当要有报恩心 尚且要报恩 怎么可以伤害众生 更不拥有伤害众生之心了 这是第九 为了念报恩的缘故 不可以伤害众生 应当要报众生恩 实时念众生恩 众生 世间有众生 我们才能行菩萨道 将来才能成佛 如果世间没有众生 那你菩萨道要在哪里行呢 怎么能够成佛呀 所以因此之故 看众生就是大恩人 都是有恩的 那么要报恩 这样子就不敢去 伤害众生的生命了 这是第九 十 反而不 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子 什么叫做反而 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子 无论哪一种佛出现时间 都是要讲慈悲的 不理慈悲的 必定是不能伤害众生的 所以说三世诸佛家业 反而不念家汉 必议众生不严 过去现在未来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家业 他都是要爱护众生 佛法自然而然就要爱护众生 不可以有伤害众生之心 不可以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反而不念家汉 在法理上 不可以动有一念要伤害众生之心 要伤害众生的心念头 不准动起来 何况是真正伤害他呢 更是不可以了 所以说 不论是哪一尊佛出现时间 必定是爱护众生 必定是以慈悲为本 绝对不可以有伤害众生之心 所以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这样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教法都是一样 因为他必定要爱护众生 要利益众生 佛法必定要爱护众生 要利益众生的缘故 所以就不可以伤害众生 这是自然而然应当具备的道理 这是第十 这个贤手果实 他根据经历论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 把它总合起来 分为十门 说明啊 佛自这条界 自不杀生的界 有这么十种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十种的智义 以这十条就可以明白 佛出现世间自不杀界的用意啊 主要就是维护他的慈悲心的根本 所以不能杀生 那么这是十种自义说完了 十种自义说完之后 下面第二次第 第二次第另外有表 谢谢大家